每個人的心中 都存在著不同的夢想 過著理想的生活 遇見完美的愛情 守護幸福的家庭 因為有了這些夢想 我們都能成為這個世界上最快樂的人 由葉新成 吳月勤 楊詠淳 古兵 李葦葦 藍軍天主演 真認真是改編自史蒂雅的 《你好幸福》日前舉辦首映輝 其中飾演房東Stella的Melody 雖然沒有出息 卻也串聯起所有人的故事 可說是劇中的靈魂人物 每個人都看這一顆 眼睛的心態 只要凡是劇力一定能夠 然後我們才能說 我們就是演劇 對 然後Melody是我們的房東 對 也算是一個 在聽者 他就是看著我們在發現一些事情 劇中的Stella 其實就是Stella平台創辦人的花生 引領著三個不同年齡層的女人 如何在夢想 愛情和家庭中 找到屬於自己的幸福 尤其加入了小孩 純真自然的反應演出 也讓大家更加自在的本性發揮 他講話真的是會讓我有想要 就是哭的感覺 這個傢伙滿厲害 有一個感動的東西 我記得我要倒酒給薇薇 他的那個反應自然到我們都覺得 哇靠 她就媽媽不能說 所以你搞不懂到底戲裡面 還是在說他 我們其實 你說真的有在演戲嗎 我真的 就是我們坐在那邊吃飯的那幾場戲 我都覺得真的很像 就是很像我們是 真的是互動很像朋友 或是甚至是真的是邻居 然後我覺得真的 無論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在 對方身上學習 這件事情是最好的 或許就是故事太貼切 反映出現今世人的生活寫招 所以不僅是演員們 相信演得引起許多人的共鳴 記得我們有一場就是 爸爸媽媽跟兒子 終於在同一個屋簷下 然後幫閱讀兒子的功課 然後看太太在煮菜 我覺得那個感覺就是 我一直想像中的幸福 然後他雖然 我覺得可能 大家看起來平淡了一點 但是我真的覺得那種 那種平淡的幸福 才是真正的幸福 對 我們這三對其實是代表了 現在社會的一個現象 就是大家可能先拼事業 然後發現自己需要愛情了 然後再來就是 進入婚姻 家庭入 對 所以其實大家在生活當中 其實都是很平凡的 透過一些小事感受到 其實自己是幸福的 就如同劇中對開創事業 野心活活的慢慢 以及對愛情有自我一套想法的Kate 不同階段的人生課題 透過演員們的精彩詮釋 或許你也能領出一個答案 11月24日起 每週六晚上9點 在Vito和大家一起尋找幸福 非常幸福 我們正確的貴eria 先 jed broth3rm 坐等妳 Pour빅 聊天 自然 stink 待會兒 至於